1908年11月14日,紫禁城的乐寿堂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氛围,慈禧太后因病重,早已神情恍惚,似乎一切都在她的控制之外,守候在外的大臣们,各个面露焦虑,心中悬着一根弦,生怕一声哭泣就会打破这份沉重的宁静。 李部尚书,普良心里五味杂陈,思绪万千,就在这时,一个太监端着一碗塔拉,酸奶走出乐寿堂,普良心中一震,急忙上前问道,这是什么? 太监答道,老佛爷伤给万岁爷的塔拉,随后,那太监就前往了光绪皇帝的住处去了,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平常的举动,没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当天,宫中就传出了光绪皇帝突然去世的消息,而就在次日的午后,慈禧太后也随之离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欢迎订阅使约馆,1835年,慈禧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满族家庭,名为叶赫纳拉氏,他的命运在年幼时就悄然改变,1852年,年仅17岁的他被选入宫中,成为咸丰皇帝的嫔妃,随后以其美丽与智慧, 获得了皇帝的宠爱,在清朝的宫廷中,权力与生存几乎是密不可分的,慈禧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展现出过人的心机, 他的第一个机会来自于1856年,咸丰皇帝的宠爱使他生下了一子,同治皇帝,随着皇宰的出生,慈禧的地位愈发稳固, 他不仅是皇帝的宠妃,更是未来皇权的母亲,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得他在后宫中的斗争中拥有了更多的筹码, 1861年,咸丰去世,年幼的同治帝即位,而慈禧与慈安太后共同摄政, 初期的联合摄政虽然让慈禧在权力上有所依靠,但他心中早已暗自盘塞,在他的上位过程中, 他不仅要面对慈安太后的挑战,还需要应对众多权臣的势力, 他巧妙地运用权术,将那些不服从的臣子逐一打压,权力的掌握与斗争, 慈禧太后在慈安去世后迅速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权力的巩固背后, 是一场场暗朝汹涌的权力斗争,慈禧的策略与手段展现出他作为权力中心的复杂性, 一方面,慈禧通过削弱大臣们的权力来实现对清朝政权的控制, 他深知拥有权力的同时,如何驾驭和限制手下的权臣至关重要, 他对内阁的掌控不断增强,通过任用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来构建一支忠于他的力量,此时,李鸿章等重臣, 虽有一定的权力与影响力,但在慈禧的精心不举下, 他们不得不在他的意志之下运作,慈禧以皇权至上为名, 逐步削弱了那些有可能威胁到他统治的权臣, 与此同时,慈禧与同治皇帝的关系也日渐复杂, 随着同治皇帝的逐渐长大, 对于两宫太后实际掌权的现状并不是很满意, 但是自己实权有限,于是在亲政之前, 同治渐渐开始沉溺酒色, 好不容易等到同治皇帝十八岁, 两宫太后放权,同治开始亲政了, 没想到同治仅亲政了不到两年的光景, 在他十九岁的时候就因德病去世了, 同治去世之后,慈禧太后他们扶持了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 由于光绪皇帝年龄上小, 所以慈禧接着开始垂帘听政, 慈安太后去世之后, 慈禧太后一公独裁, 光绪帝当时的处境其实和同治皇帝面里的处境差不多, 基本上处处都要受制于慈禧太后, 甚至在光绪皇帝十八岁亲政之后, 慈禧太后也基本上没有放权, 十九世纪后半叶, 清朝内有外患, 他们与列请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不出不提醒的光绪皇帝, 他必须得做点什么扭转局面, 当时邻国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早已今非细比, 虽然清朝也实行了洋务运动, 但是这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还远远不够, 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 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清朝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让光绪皇帝更是心中愤恨, 于是在1898年, 急于改变现状的光绪皇帝听从康有为等人的建议, 开始实行戊序变法, 学些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 但是没过多久, 同年9月21日, 慈禧便从从颐和园回宫, 直接将光绪帝囚禁在南海中的迎台, 并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誉, 公开表明他回来训政, 之后光绪帝的改革意图及改革措施几乎被慈禧全面否决, 而推行改革的那些唯新派人士, 也基本上被慈禧太后清除, 通过打压改革派与迫害异议人士, 慈禧废除了新政, 成功维护了自己的统治, 但这也为清朝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在戊戌变法之后, 慈禧便想尽办法想要废除光绪皇帝, 他曾命令御医捏造脉岸, 散播皇帝病重的谣言, 为后来的废帝之举铺平道路, 这一行动不仅是权力斗争的表现, 也反映了慈禧对光绪的不屑于蔑视, 他冷冷地看着光绪的身体逐渐虚弱, 心中暗自得意, 然而地方实力派并未如慈禧所愿, 朝中很多大臣竟公开反对这一废帝计划, 他们明言君臣之分已定, 仅是慈禧要顾及朝廷和民心的稳定, 慈禧对此怒火中烧, 心想这些反对者不过是阻碍他重新掌握权力的障碍, 因而对光绪的态度愈加恶劣, 慈禧并不甘心, 开始着手将光绪废除, 他策划立端王在一的儿子普俊为大阿哥, 并准备于1900年元旦举行隆重的让位典礼,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与朝中的权臣密切联络, 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操控, 即使面临国际压力, 他依然执意推进废帝计划, 愈发表现出对光绪的无情, 光绪帝在这种风雨飘摇的环境中, 虽屡遭慈禧打压, 仍试图维持自己的生存, 他向亲信传达希望继续执政的愿望, 但已显得无力, 不过慈禧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 当时国内外各派势力强烈反对普俊即位, 于是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时间来到1900年8月14日, 当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慈禧不得不带着光绪帝皇逃离, 逃亡途中, 慈禧的态度依旧冷酷, 他并不在意光绪的安危, 甚至在逃离的瞬间对他口出恶言, 指责他无能, 此时的光绪已经变得愈发孤独无助, 亲近的人一个个被剥夺了权力, 连唯一倾心的真妃也在慈禧的迫害下惨遭杀害, 不过光绪在逃亡生活中, 依然保持着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但这份憧憬终究是无能为力, 当时的光绪完全被慈禧压着, 可以说, 只要有慈禧在, 光绪基本上就没有大展宏图的机会, 与此同时, 根据中国国家历史在《皇帝的病与亡》, 予以所见的末年光绪中的报道, 光绪皇帝自从1898年开始就得了病, 期间一直没有好, 后来, 宫中也为光绪皇帝请了天下明医, 光绪的症状也怎么见好, 就连医生也束手无策, 1906年, 有一个叫立军的医生来为光绪治病, 但是光绪或许是不相信立军, 总说他给自己开的药没有效果, 后来甚至还亲自指导立军为自己治病, 医生最难的就是病人不配合, 立军和光绪的情况就属于此, 于是经过一番设计, 立军干脆以自己患病为由, 请假让钱, 立军虽然走了, 但是光绪的病还没有得到根治, 直到1908年, 根据当时负责记载光绪帝生前生活起居的孕育顶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 慈禧临死前, 有罪上者, 魏帝, 光绪, 文太后, 慈禧, 病, 有喜色, 太后怒约, 我不能先而死, 从这段记载当中, 我们能看到光绪皇帝当时身体有喜色, 说明光绪的病情有好转, 但是没想, 就在不久之后, 也就是1908年11月14日, 光绪皇帝就突然暴毙, 光绪去世后不到一天的时间, 慈禧太后也因病去世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光绪皇帝究竟是怎么去世的呢? 光绪皇帝年仅37岁就去世了, 他的死因被官方宣布为疾病, 但这一说法引发了广泛的质疑, 许多人开始怀疑, 慈禧是否在光绪的死因中扮演了不可告人的角色, 而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礼部尚书普良曾亲眼撞见慈禧太后, 在1908年11月14日让太监赏赐给光绪皇帝一碗塔拉, 不久之后, 光绪就暴毙了, 这中间是否有着必要的关联, 由于年代久远, 那碗塔拉有没有毒,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 由中国人民大学史学教授代议, 与13位专家领衔的国家青史编撰委员会, 在聘请青西陵文物管理处,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 联合对光绪皇帝的遗骸, 进行尸检后得出结论, 光绪第七三氧化二身, 即披霜中毒死亡, 再加上慈禧太后曾经说过我不能仙儿死, 以及让太监送的那碗塔拉, 这都不得不让人们怀疑, 慈禧太后在自己临死前, 干了一件歹毒的事情, 那就是下令毒死光绪皇帝, 不然这一切都太巧合了, 当然这些也都只是民间的一些猜测, 具体的关于光绪皇帝怎么去世的, 为什么光绪皇帝的遗骨头发, 以及入恋衣物中会被检验出来深, 提霜,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人们暂时不得而知, 光绪第之死的谜团, 成为了清朝历史上最为引人深思的一部分, 它不仅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与复杂, 也深刻反映了慈禧作为一位统治者, 在面对威胁时的无情与果断, 这一段历史, 不仅是对慈禧统治的反思, 也是对清朝未来命运的遗事, 光绪帝虽被软禁, 但是作为皇帝仍旧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没有人会对其动手, 但在慈禧眼中却是阻碍政治发展的毒瘤, 趁着自己还在人世, 一不做二不休将光绪帝铲除, 所以真正的杀人凶手便是拥有 生杀大权的慈禧, 倘若光绪帝没有被害, 凭借先进的思想, 或许清王朝的统治又是另一光景, 慈禧专权跋扈, 自私自闭, 从入宫后便为了权力奔波, 成为咸丰帝最信赖的人后吞噬政权, 就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 任由同治帝英年早逝, 而作为傀儡的光绪帝却拥有自己的想法, 这让慈禧感到危机, 所以光绪帝的结局从一开始就被注定, 慈禧用异己之力加速清王朝的灭亡,